农历四月空荒,洞土,出游臂之则吉。 今年空荒,三杀在南方,碎破在西北率荒,五黄在西方,二黑在东南方,房屋座向及门口在这些方位的家人多灾病破财。 泛血光之灾,尤其是此方有空型冲射油烟,而化解。 以上这些地方国家,地区多灾多难,示威,战争中东,领土糾纷,地震,洪水频生,这些方位整年不宜冻土撤谈,尤其是农历一。 三、六、九 十二月,旅游宜被知侧吉,地方中东,美国,法国,中国东南方,西方,南方,西北方,二黑在东南方多疾病瘟疫。 今年南方特别容易发生火灾,尤其是农历一。 三,十,十二月,南方有山石,路,天桥,水冲,红色,白色,更艳,今年吉方,东方,北方,西南方,但是若是空月,吉方也不吉。 住,日之聪用家主人出生年之不吉,不宜使用,破日。 破时,五不如时,入墓时不宜用,入火坐,向,门向五黄三杀。 遂破大空,不宜入火,否则变吉为空,其门顿甲时盘坐死门。 驚,伤门,门壁,激刑,伏,反淫,白虎,袁武,特蛇不吉,不宜使用,选择置业,入火而备防屋,坐南向北方,坐向门向西北出方,坐向,门向西方,坐向,门向东南方,被知侧吉。 农历三月二七日早上八时零九分立下,夏天之气已经正式进入本月几次月,农历四月,今天农历四月初一,紫薇斗素才进入四月,本月吉空日如下,以董公选择日要濫为准,通性指作参考。 四月月破碎破在西北方,不宜农土,不宜远游,三杀在东方,以黑入中,五黄在东北方,空方东北方,东方,不离农土。 远行,本月在中国东北方,中原地区将有洪水,食物中毒,灾情出现,法国。 美国,中东地区为处斗牛杀,示威不断。 四月,纳夏,纳夏前一日为四决。 小满,纳夏后,三杀在东,人,卯,神方忌收造冻土。 建治日,小红夏日,不利出行,嫁娶,安葬,造作,入宅,开章等时,犯之主冷退,疾病,田蚕不收,客死不归,财产破散,受死之日也。 除五日,黄夏日,更五月得,甲五,任五,有黄罗子坛,天王,地王星盖照,而收造,婚姻,开章,出行,入宅等时。 主六十日,一百二十日内增田地,尽人口,生季子,大王。 炳五,无五,天地转杀,用之空。 满未日,天父天策,身未有天,月以得,己未有火星,君刺吉,而定爽,造甲埋葬,但婚姻,在做义事不再有收造,历云是日白府入中宫,用之非不利,虽查是年月日。 如有吉星与命宫相合荒可。 是月艳天策凡之,主空,冷退。 平生日,朱雀,勾搅星林,不利在做,出行,安葬,婚姻,入宅,主招官司,口舌,小口生灾,阴人。 夹身,更身,杀入中宫,耕空,必主小人牵连,和事,破财,生子丑怪,有水火灾啊。 定有日,有狗土鬼,不宜动土,安葬,若小小形为在四月,有为刺吉之日。 如婚姻,入宅修造,断不可用,主空。 执树日,勾搅星林,丙树,淫树,杀入中宫,百事大空。 夹树,小小形为刺吉。 二十四向朱杀朝天,偷收则可,婚姻,安葬,入宅开张,非所宜,用之主损宅长,双手足,好钱财,大空。 破害日,往亡日,朱雀勾搅星林,招官司,小人周职之灾,主损钱财,染疾病。 贵卯正四肺,耕空,是月害日,朱是忌之。 危子日,庚子月得,丙子,墓子,在造,婚姻,轻功,动土,出行,开张,移逃,尽人口,益子孙,旺田蚕增财产,大作大发,小作小发。 甲子是自死之金,五行无弃,淫子木打保平,北方沐浴之地,福力甚薄,又是试正费,用之损人口,主冷退,大空。 甲子,淫子二日用之,立见消索损破。 成丑日,天在天城,朱雀勾搅星并临,用之招官司,口舌小人,事无妄为。 丁丑贵丑,杀入宫,耕兇,此数日犯兇亡破财,小人陷害。 寿人日,天在天城,朱雀勾搅星并临,用之招官司,口舌小人,事无妄为。 丁丑贵丑,杀入宫,耕兇,此数日犯兇亡破财,小人陷害。 开卯日,新卯天德,贵卯,己卯,有黄罗子坛天王,地王星盖照。 而出行,婚姻,安葬,造作,开章,入宅等事,大吉,主谋事响通,贵人接引,尽财禄。 如卯刺吉,毕臣日,慕臣,甲臣,杀入宫宫,不利婚姻,收造,开章,入宅安葬。 凡之财产有失,损人口,陆畜不旺。 更臣虽值悦得,却有天地转杀之而。 丙臣,任臣火星,小小认为则可,不宜婚姻,在造,儿徒,开章,大用也。 至少,伍物好吗?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